新北市長侯友宜訪美不在家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代打 当最强母鸡 合体小鸡败妙催票 知道大家关心的是侯友宜 今天还在华府 来拜会很多美国的重要的国会议员 还有重要的智库 那我们这个希望他的行程都一切顺利 这一题问的其实是蓝白河 朱立伦却拼命夸人在美国的侯友宜 昨天不管是普雷泽 格莱宜 何瑞恩 这些重量级的学者 对他都非常的肯定 他已经提出来的这些论点 都获得美方的一些肯定 新系侯友宜朱立伦真正打的算盘是 侯友宜访美回国 能为蓝银争取多少蓝白河筹码 现在到11月中 我认为侯友宜还有可能上去4个百分点 而柯文哲下去4个百分点 所以侯友会变成26 那柯文哲会在18左右 那个时候柯文哲是愿意就范 愿意蓝白河的心理障碍就比较低 沈富雄大胆预测 侯柯麻花卷已经出现黄金交叉 谁能够在11月登记前 拜托对方冲出新高度 就能决定是蓝白河还是白吃蓝 地委提名的过程当中 大家善意的堆研 以及在政策的议题上面 大家共同的冷静默契 那才来看这个蓝白的合作如何进行 现在有感觉到好像在蓝银这边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讯息释出 然后试图的想要去把蓝白河 这件事情把它给完成 敌不动我不动 柯正英不愿轻易让出老二宝座 国民党一方面摆平郭台银之乱 一方面拉台侯友谊声势 就盼蓝白河水到渠成之际 有主导权的会是自己 靳选人李怡婷 罗依婷台北采访报道 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静好新闻